再來看到中華職棒今晚在南台灣兩地開大 台南球場的袁詩項兩隊都有全雷打演出 不過呢 統一靠著三局下攻下了一個四分大局 最後呢 以4比3險勝拿下了本週三連戰的首勝 今天是重新獲得了先發機會 袁詩三連戰 郭炎文二局上率先發難 咬住废骨肉的低球 扛上中外野全雷打強 本季第二轟出爐 這發洋春炮幫助桃園打破鴨蛋 掀齒得點 落後的統一面對瑞這位聯盟防禦綠王 三局下展開反攻 圖狀勳選到寶宋上壘 下一棒的唐兆婷 喬打 敲出左愛野方向剛好落在界內的二壘安打 雖然劉福浩這個三壘方向強勁的滾地球 被判定是守備失誤 不過已經把隊友都打了回來 三壘跑出來本內攻下第一分 唐兆婷也跑回來本內再聽一分 只有一分領先 詩子君並不滿足 潘虎熊選到寶宋 第四棒的小鄧鄧鄧鄧志偉 二話不說 要用散步回來得分 中外野方向的深遠飛球 鄧志偉把球扛上中外野的第二層看台 本季第四轟 獨居排行榜第一 而且追發兩分炮 幫助同一以4比1擴大領先 遭到逆轉的桃園 五局上吹響反攻的號角 廢國洛控球失準 監列投出兩個四四球 林志勝把握機會 賺打點 中間方向的飛球安打 這個中外野方向歐巴的二壘安打 帶有兩分打點 桃園追到只剩一分落後 不過接下來兩隊都沒能再填分數 中場同一就以4比3一分險勝 來到本週元室三連戰的首勝 有電TV綜合報導